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的热搜榜 郑爽就当志武配荣得第一 119次登上微博热搜榜 42次问点热搜榜第一 更为惊人的是 竟然创造了15亿搜索热度 而此次获奖之后被主持人问及 有什么感言想对粉丝说的时候 郑爽一言不发 笑语盈盈的三鞠躬 向粉丝最好感谢意 其实郑爽的鞠躬不但有感谢粉丝们喜爱的含义 还有更为深粉丝的用意 一直引来郑爽和正版们的相处之道 不只是大家对她的鞋爱 也有她对粉丝们的承诺 这样的爭爽 这样深情的举动 难怪有如此多的正版 喜欢她去维护她 如今这几里想来很多小伙伴 要露转粉了吧 满满的青春活力 笑得自然 笑得开心 女神的气质遮都遮不住 据说赵薇到达当地后 拍摄了一组互爱鞋针 所以晒得有些黑 跟许晴同况时 赵薇的肤色明显比许晴黑了些 看网络上面的照片 是不是觉得除了许晴 赵薇还有不少的熟悉面孔呀 不少的网友留言说 这男的怎么有点像杨子 那个男的不是杨子吗 据悉 这些照片是2005年 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埃及 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拍摄的 因此去参加电影节的除了许晴 赵薇 还有苗苗 石兰 杨子 于东等人 所以看照片的男子像杨子也不奇怪 因为那个人就是杨子啦 因为这个人就是杨子啦 因为这个人就是杨子啦 因为这个人就是杨子啦